山西省德宝县铁匠布村 一个远离城市喧嚣 隐藏于山野之内的偏僻小村庄 据说这个村子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 当时为了给军队打造兵器 而聚集了不少的铁匠 久而久之的便形成了村论 这里的村民往前数几代 都曾经是打铁为生的 铁匠布村的名字也由此而来 然而村民们宁静祥和的生活 却从1998年以后被打破了 一晃十年过去 铁匠布村呢 因为一些莫名其妙传言而人心惶惶 人们所有不安和恐惧的情绪 都来自于村庄中央的一处老宅 而这背后又到底有什么隐情呢 那是九十年代末的一个晚上 村民张厚云平常喜欢喝酒 所以呢 有时候约着朋友一起喝酒 这天晚上 他跟朋友喝得很是进行 喝到了夜里十二点 觉得呢 时间有些晚了 便晃晃悠悠的 向家里走去 刚到村口的时候 突然呢 看到眼前出来一个影子 而这个影子 立即向他扑了过来 因为正值深夜 他没有防备 所以被吓了一跳 这时他疯狠地冲过地到黑影 玩命地向家中跑去 到了家之后 他精神状态就开始变差了 一睡就是三四天 而且叫也叫不行 不吃不喝的 而且呢 还不能干活 一干活呢 就浑身的疼痛 妻子对他的情况 很是担心 于是呢 就带他去了医院 但让他们感到吃惊的事啊 医生给他做了各项的检查 检查报告显示 他身体的各项指标 都很正常 只是这精神状态 有些问题 于是医生呢 只是简单地开了一些药 打了一点针 按照正常来说呀 他的病症应该好转了 可出乎妻子意料的是 张厚云的病症 却越来越严重 甚至呢 开始了无意识地说话 嘴里咕噜咕噜地 说不清楚 但是有一回啊 家人听清了他说的话 这一句话 把家里的人 是搞得毛骨悚然 他说 不要把我埋到地下 我 我劲儿喘不过来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让一个好端端的人 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没过多久 张厚云得了怪病的事情 就在村子里传开了 大家议论纷纷 七嘴八舌 说什么的都有 他那个病啊 看起来像是异症 在村子里之前 就出现过 嗯 我看他那个样子 可能是被什么不干净的东西附体了 大家是越传越邪乎 然而接下来的一件事 让大家都感到更加的诡异了 张厚云 有一个大他三岁的姐姐 姐姐呢 很早就结婚了 所以离开了村子之后 不忙的时候 才回娘家看看 听到弟弟得了怪病 做姐姐的非常担心 于是马上赶了回来 想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一看不要起啊 姐姐回去之后 也开始犯病了 症状和弟弟是一模一样 而且是又哭又嚎叫 这好端端的姐姐 为什么也会得上病呢 然而呢 转折又来了 在两个月之后 这得病的姐弟俩 竟然突然好了 这犯起病来 又哭喊又嚎叫 看着非常的惨 但是也不吃药 不打针 突然就好了 难道这真如村民们所说 是被不干净的东西附体了吗 附完体之后 溜达一圈 又走了 有的村民呢 就问张厚云 那天晚上你到底碰见了什么呀 而他呢 就白白手张口说 不知道 虽然张厚云的病好了 但是村民心里啊 却打起了鼓来 病好了的张厚云 不久之后就出去打工了 而且呢 很少回村子 他姐姐呢 自此以后不到万不得已 也不会回来 这里是自己的家 为什么不回来呢 姐弟俩呢 向村民们无意间提过 不是不回来 是不敢回来 这两人离开村子没有多久 村子里又发生了一件怪事 在村子里有两户人家的女儿 也得了怪病 这两人呢 刚开始也吃不下饭 睡不着觉 紧接着 病情是越来越严重 开始莫名其妙的生气着急 开始抽搐着乱叫 发病时的情景啊 和张家姐弟一模一样 家里人担心他们呀 于是呢 带着他们去了医院 不出所料 这两人身上的各项指标 也都是正常 但是诡异的是呢 不像张家姐弟 病了几个月之后 某一天突然好了 这两户人家的女人 一病就是好几年 而且不见好转 这村子里的四个人 接连得了这怪病 而且根本找不到 得病的原因 难道真的如村民们所说 村子里有不干净的东西吗 这得了怪病的两个女人 多年不见好转 村民们怀疑啊 她们是不是沾染上了邪气 但是这邪气 从何而来呢 有细心的村民发现 得病的四个人 都有着一个惊人的相同点 这四个人 都和村里那座 被荒弃的老宅子有关系 村民口中的老宅子 位于村子的中心 这座宅子的旁边呢 是一个完全现代的建筑 因为这座宅子 多年没人居住 所以院内呢 是杂草丛生 甚至窗户呀 都变了形了 这样的景象 让这座老宅无时无刻 都透露着阴冷诡异的气氛 房子废弃多年 变成现在这样 也很正常 那为什么 村民会说 这四个人 得的怪病 和老宅子有关系呢 原来呀 张厚云得病的那晚 正好经过那座老宅子 然后就出事了 他姐姐去看他的时候 正好呢 也经过这座老宅子 而村里的那两个女人 他们的家呢 就正好在这座老宅子附近 跟这座宅子 沾上关系 为什么就会发生这些怪事呢 据村民们所说呀 在这四个人得怪病之前 宅子里就发生了 两起诡异的失踪事件 这呀 还要从宅子的主人 康玉林说起了 康玉林的父亲 是村里的铁匠 打了一辈子铁 所以康玉林呢 自然继承了父亲的衣钵 这宅子啊 以前也不像现在这样破络 在那个时候可是村子里年轻人的好去处 打牌 聊天 很是热闹 那为什么 又多爱来这里凑热闹呢 因为康玉林家里穷 所以呀 一直没有逃老婆 所以到了闲暇的时候呢 年轻人呢 都爱去他家里玩 因为没人打扰 所以较为自由 用了人家的场地呢 自然也不会白用 耍牌赢了钱的 也会给他一些 康玉林呢 也乐意让他们来玩 因为能给其他人带来便利 自己呢 也能有一笔小收入 所以他的院子啊 一直非常的热闹 就这样 一直过了好几年 康玉林呢 也攒了一笔钱 村子里呢 也有人开始给他介绍媳妇了 眼看着他的日子是越来越好 然而就在张厚云出事的头一年 一个寒冷的冬夜 康玉林竟然离奇的失踪了 那天上午 大家照常来到康玉林的家门口 想要凑在一起打牌 但是他们发现啊 大门紧闭 而透过门缝 发现家里一个人也没有 起初啊 大家认为临近年关了 康玉林呢 是出去买年货的 但是过了好几天 没见他回来 这村民们呢 心里开始泛起了嘀咕了 因为在他走的前一晚 打牌的时候 康玉林呢 并没有半点要出远门的意思 凭借康玉林那个打铁的手艺 在外边也混不好 他们心想过不了多久 他就会回来的 但是啊 这康玉林这一走 就再也没回来过 那么 康玉林去哪了 当康玉林失踪后不久 村民们发现啊 村子里又失踪了一个人 失踪的人是张厚云的哥哥 张晓云 为什么康玉林一失踪 大家就马上注意到 但是张晓云失踪后一段时间 大家才发现呢 因为啊 这个人是村子里的会会 曾经啊 也因为犯罪住了五年监狱 但出狱之后并没有悔改 依然是坑蒙拐骗欺负别人 所以村子里的人呢 也并没有注意他的失踪了 在康玉林失踪前的一个晚上 张晓云呢 也在康玉林家里玩 大家这时啊 才想了起来 村子里四个人得了怪病 两个人离奇失踪 为什么村子里会将这些事情的发生 而规矩于这座老宅有邪气呢 原因就是啊 在康玉林失踪的那一晚 周围的邻居听到了 康玉林的家中 有怪声 据村民所说啊 是类似于劈柴的声音 这听起来 是不是有点诡异啊 这康玉林 为什么要在深夜里劈柴呢 有大胆的村民呢 就跑到了康玉林的家中 然而没有一丁点的木头渣子 从那以后 村民时不时的在半夜十二点之后 就能听见康玉林的家里 有奇怪的响动 而这样的事情 让村民开始怀疑 这座宅子里面有邪气了 康玉林和张晓云离起的失踪 村子里四个人接连得了怪病 因为这样的事情无法解释 于是恐怖的氛围 弥漫了整个村庄 越来越多的村民呢 开始认为这个宅子沾了邪气 甚至有的人呢 认为它就是一座鬼宅 于是在这之后 村民们呢 再也不敢靠近这座宅子了 然而接下来村子里 又开始发生了一系列的怪事 村子里很多人先后病死 而且死的人达到了十四个 之前发生的事 有人认为是巧合 而现在同时死了这么多人 这难道也是巧合吗 村民们愈发觉得呀 这座古宅有问题 于是村民再也忍不下去了 决定一探究竟 几个胆大的村民紧张地翻过了院墙 进了康玉林的家中 他们在院子里转了几圈 但是没有发现任何东西 进了屋子 里面的摆设呢 也是正常的 但是当他们走到院子中央时 却发现了异常 院子里少了一样东西 地窖 他们明明记得 康玉林家里是有地窖的 但是现在地窖却没了 这是因为什么呀 有人猜测呀 这一系列事件 可能和地窖消失有关 所以他们呢 决定挖开地窖看看 凭着之前记忆中地窖的方位 村民们开始向下挖 没过多长时间 他们向下挖了足足有六尺 紧接着就挖到了地窖 而地窖里 有什么东西在等着他们呢 他们打通了地窖的砖墙 在地窖里发现了一堆破烂的布 而在他们把这些布掀开的时候 眼前的景象把他们吓了一跳 在白布下面 竟然是一具白骨 而且看形状竟然是人的 这是谁的骨头呀 会是屋主康玉林的吗 村民看到这样的情景 立刻选择了报警 警方赶到之后将白骨进行了拼凑 这应该是一具男性的尸骨 身高一米七三左右 头部骨骼上有个人字形的裂缝 应该是生前遭到了重击 所以这是一起命案 经过法医鉴定 最终将其死亡时间划定在1998年左右 也就是距今已经11年了 而正好和康玉林张晓云消失的时间吻合 于是警方怀疑这是否是两个人的尸骨呢 于是警方抽取了康玉林哥哥的血液 和白骨进行了比对 结果发现根本对不上 白骨不是康玉林的 然后呢又抽取了张晓云哥哥的血样 结果比对证券 确认白骨就是张晓云的 那么为什么张晓云会死亡呢 而且为什么会埋在了康玉林的地窖中呢 据村民说呀 当时听到过康玉林家中有吵架的声音 于是康玉林呢 成为了警方重点怀疑的对象 康玉林应该不会突然失踪 应该呢是卫队潜逃 于是警方发布了全国通缉令 2009年9月24日 警方在康玉林姐姐所在的太原某县城 找到了她并进行了抓捕 被抓之后的康玉林马上就承认了 在临近年关的一个夜晚 张晓云呢 突然上门要借400块钱 此时的康玉林呢 刚刚盖了新房子 并没有什么钱 于是啊 就拒绝了张晓云 但张晓云呢 依旧不依不饶 对康玉林是全大脚踢 逼着康玉林呢 出去借钱去 没了办法的康玉林呢 只好在深夜冒着寒风出去借钱 然而此时大家都睡了 她也没有借到钱 于是呢 在外面晃了几圈之后 回来对张晓云说呀 第二天再去借 可张晓云呢 又对她一顿拳打脚踢 甚至抄起了菜刀要砍的 慌乱之中呢 康玉林拿起健身的铁球 将张晓云击倒 然后将张晓云埋在了自家菜窍里 开始了逃亡的生涯 事情终于真相大白了 村民们听到的怪声 就是康玉林埋张晓云的声音 而村子里的怪病和死亡事件 经过调查呢 也证明是个例 因为这座宅子的事情啊 发生在前 所以呢 村民们将这些事情串联了起来 是越传越邪乎 所以呢 才把这座宅子称为鬼宅 世间并没有鬼 有的呀 只是人心中的鬼 所有的鬼 也是人心造成的 树林中的女师 2014年初的一天 刑台当地某村村民赵大爷 一大早就来到了地里忙活 干得差不多了 就在旁边的树林里走来走去 这片树林就在京港澳高速公路旁边 平常来的人也少 正当赵大爷溜达的时候 突然看到地上似乎躺着一个人 走过去一看 已经没有了任何的动静 于是他赶紧向公安机关报了案 办案民警赶到现场后 发现死者是一名年轻的女性 双手被反绑在背后 双脚也被死死的绑住 脑部受到严重的顿气伤害 在周围 办案民警找到了一个被黑色头套 一个空的矿泉水瓶 以及一个烟头 经过尸检之后 办案民警还发现了 死者生前曾被性侵 人际罕至的小树林里 突县女尸 是谁丧心病狂残害这名年轻女性 要找出凶手 寻找失源是关键 很快 办案民警就在周边地区 进行走访调查 但并没有认识被害人的 经过对现场发现的物件 进行DNA提取比对 也没有比对的伤 既然暂时不能确认死者身份 办案民警很快转变了思路 经过现场勘查后 办案民警发现 从高速公路到树林中 留下了被害人的脚印 此外还有另外一人的脚印 这说明很可能是犯罪嫌疑人 挟持被害人到现场 再进行杀害 要上到高速公路 犯罪嫌疑人大概率是开车到现场 调查高速公路卡口了 调查高速公路卡口监控视频 就能发现可疑车辆 按照正常车速 车辆通过两个监控卡口的时间 可以推算出来 凶手停车下到高速 下到树林里面作案 肯定需要时间 那么通过两个卡口的时间 肯定会拉长 这些车就是嫌疑车辆 通过仔细调查 高速公路监控录像之后 办案民警找出了 一百多辆嫌疑车辆 便展开了逐一的调查 但是还没有找出 可能出现的嫌疑人和被害人 不过在进行逐一调查时 办案民警发现了一辆 黄色嫌疑车辆 联系不上车主 但车主是一名六十多岁的女性 而且据邻居说 已经搬家好几年 为确认诗员 办案民警最终通过媒体 公开了信息 发出了协查通报 很快 办案民警就找到了重要的线索 有人认识死者 并表示 就是自己亲姐姐的女儿 莉莉 当时年仅十九岁 据该名被害人亲属表示 莉莉一家住在案发现场四十多公里外的县城 一直是和母亲陈华 还有继父 刘明 一起生活 而这个陈华 正是警方此前调查嫌疑车辆时 那辆黄色嫌疑车辆的车主 据被害人亲属反映 被害女孩 莉莉 其实并不是陈华的亲生女儿 而是陈华 和前夫领养的 莉莉三岁时 陈华就和前夫离婚了 独四代的莉莉生活 后来又和刘明生活在了一起 已经有十多年了 诗员确认后 案情终于有了比较清新的方向 在确认了诗员之后 办案民警还从被害人亲属处得知了 一条重要的线索 在案发十多天前 刘明突然打电话给他 说陈华和莉莉外出了 原因呢 是莉莉和自己的男朋友走了 陈华不放心跟了过去 之前莉莉谈对象的事情 其实就已经闹得不愉快了 当时得知这一消息 亲属们也没有过多的猜想 但在这之后呢 刘明又和他说 已经联系不上陈华和莉莉 亲属试了之后也联系不上 亲属们预感到事情不妙 便去当地的公安机关报了案 同时呢 四处的去寻人 就在办案民警进行调查之时 刘明呢 还在外四处的寻找 事情到这儿 办案民警察觉到 如果莉莉和母亲陈华是同时离开的 那么陈华的处境可能也十分危险 甚至已经遇害 既然莉莉是和男友离开的 那么男友肯定知道更多的线索 甚至呢 有作案的嫌疑 但调查之后发现 此人案发当天从来没有见过莉莉母女 并不具备作案的条件 那这又说明了 提供这一信息的刘明在说谎 而谎言背后呢 肯定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办案民警得知 陈华的黄色小车 平时呢 就是刘明在开 办案民警到刘明家调查时 从其家中八十多岁的老父亲口中得知 刘明对他说的话又不一样 这次啊 他说人走了 但是不知道和谁走的 进一步调查这个刘明之后 办案民警发现 他曾经有过因强奸罪被判刑的前科 种种的线索指向了反对嫌疑人刘明 就在此时 刘明却再次联系上了被害者的家属 他发了一条短信过来 声称是帮陈华转发的 内容大概就是 陈华要陪莉莉到外面生活几年 不和家里联系了 还提到要他借四万块钱给刘明 莉莉都已经遇害 陈华却发来这样的短信 再一次加大了他的作案嫌疑 随后办案民警将其救济 假装答应借钱 然后在事先约定好的地方 将其成功地抓获 就在车上 犯罪嫌疑人刘明 就承认了自己 杀害陈华母女的犯罪事实 面对审讯 犯罪嫌疑人刘明交代 是自己侵犯并杀害了莉莉 同时呢 已经将陈华杀害 并抛尸在了下水道里 之后办案民警 成功找到了死者陈华的尸体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他做出如此令人发指的罪行 早在十多年前 二十五岁刚刚出狱的刘明 和四十多岁的陈华走到了一起 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没有领证 这样的关系一过就是十多年 莉莉也随之长大 刚开始 刘明和陈华的感情还挺好的 但到后来 却慢慢地开始出现了问题 两人的矛盾也是越来越多 犯罪嫌疑人刘明说 自己每天忙前忙后 陈华还不满意 之前刘明的父母住院要用钱 刘明找陈华要 陈华也不愿意拿出积蓄 因此她的心里是越来越怨恨 后来因为莉莉谈男朋友的事情 家里天天都是争吵 这让她觉得自己每天下班回家 还没得清静 很是恼火 犯罪嫌疑人刘明说 案发当天自己回到家 看到陈华和莉莉又在争吵 最后说着说着 母女俩竟然又说到了她的身上 一顿的数落 之后母女二人各自回房休息 刘明却怎么也睡不着 自己出去喝了点酒 越想越郁闷 回家之后呢 心里想要发现的刘明 拎着锤子就进了卧室 将熟睡的陈华杀害 然后又进了莉莉的房间 将其侵犯 之后 刘明开着车 将莉莉带到了几十公里外的 案发现场 进行了杀害 随后逃离 直至被办案民警抓捕归案 当初出狱之后啊 刘明只有25岁 却和已经40多岁的陈华走到了一起 这本就是一个欠考虑的决定 不说别人的眼光吧 光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他自己的想法就不可能不改变 就像案发当时 他只有40多 而陈华呢 就已经60多岁 说白了 此时的刘明或许根本就没有什么感情可言了 只是习惯性的待在这个家里 不然呢 也不可能做出侵犯自己女儿的恶行 而且其实刘明呢 本来是结过婚 有小孩的 但是因为犯强奸罪 前妻和他离婚 留下了一双的儿女 刘明出狱之后呢 就十多年没回过家 更没尽过当父亲的责任 因为他觉得回家没面子 在案发之前呢 陈华母女到底和刘明之间发生了什么 如今呢 已经很难考证 但刘明犯下的罪行 确实有铁证的 法律的严惩 也终将降临 阅译